来给大家轻松的来讲讲话 说实在的 我们今生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来塑持这一部佛书阿弥陀经 说明我们的上根 我们的福德 我们的姻缘 是一个非常的深厚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 不要把这个稀有难逢的机会 把它错过了 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姻缘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 主义同修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跟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关系 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密切 所谓的密不可分 就如同超过 父母对儿女那种关系 阿弥陀佛对我们每一个众生 超过父母对儿女那种的亲切 所以今天阿弥陀佛成佛为谁而成佛的 西方极乐世界为谁而所建立的 不是为阿弥陀佛一个人 都是为一切众生而建立 为一切众生而成佛的 所以把这么庄严 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来供养给我们每一个众生 让一切众生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 居住生活 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没有忧虑 没有困扰 能够在这个地方天天过得 那种快乐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然后慢慢来修道 慢慢来修行 将来成佛乐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移民到这个地方 跟我们一起居住 亲近阿弥陀佛 亲近诸佛如来 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抓住 这个姻缘非常难得 不是每一生每一世 我们能够遇到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很幸运 这个师父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很幸运 这个人生太短了 一眨远就过了 我们的生命太短了 一眨远 没有了 一刹那时间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很幸运 能够医到这个法门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有一个方向 我有一个目标 我从这个方向 从这个目标 将来到西方节的世界 那我们的生命就稳定了 永远不会再堕塞三二道 永远不会再六道轮回 流浪生死 无量节以来 我们已经流浪太久了 赶快觉悟 你要赶快觉悟 这个就是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念佛 这句名号的功德 确实真的不可思议的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好好念佛 就对了 人要老实 老实的人烦恼少 不老实的人烦恼多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人间 这个世间 为什么活得很辛苦 活得很难受 就是因为不老实 不听话 所以有时候做人太聪明 聪明如果没有智慧 没有证据 这个聪明会出问题 所以做老实的人很好 傻傻姑姑的 傻人有傻气吗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师父这几年 这三年下来 都是学这样 老老实实的 没关系 人家说我们傻傻的 没关系 傻有傻的福气 人家骂我们 没关系 阿弥陀佛 人家批评我们 一句阿弥陀佛 人家说我们不好话 阿弥陀佛 不要计较 老老实实的 比谁更的幸福 人家每天活得烦恼 睡不照 睡不好 吃不饱 我们天天呢 睡得好 吃得好 这个我们一定要学 所以有学佛跟没有学佛的人 是有学佛的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人 对一切物 一到了 他不会斤斤计较 他容易放下 许愿 他不学佛的人 天天去计较 计较到什么程度 已经差一点要入这个 我们讲的 都已经要死了 他还在计较 已经入棺材了 还要计较 所以做人 不要太这样 很辛苦 人生如梦 金刚经所讲的 所谓的 如梦换泡影 一下子就没有了 好好珍惜我们的人生 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 好好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我好好跟着阿弥陀佛走 那个正确的是最好的 所以你们要听话 要老实 不要不老实 不老实 很多事情会出来 这个师傅跟你们讲 一些经验都是这样 真的老实的人 真的很好 听话的人 真的过得很自在 你看师傅 一躺在床上 一眨眼五分钟就睡着了 桌子上有什么青菜 青菜淡饭 看到 一家子吃就好了 饱了 很多人 看到这些发脾气 我赚钱赚得这么辛苦 为什么吃的叫青茶淡饭 这个计较 烦脑来了 所以做人越简单越好 我们念佛的人 都是要用这种的心态来看生活 把这句阿弥陀佛 跟我们的生活融合而易 你的生活就过得非常好了 这个简单给大家一种鼓励 好好用功 好好老实 好好听话 然后呢 真干 是不会臭的 好 那下面呢 就是要给大家来介绍的 就是 上一次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的 《底藏菩萨本院经》的经体 这一部经啊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要介绍这一部经的经体 经体已经简单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第二部分我们要介绍 就是全经 这一部经总共有十三品 十三品的内容主要性的 它是讲什么呢 这个也是要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第三部分的就是要介绍这一部经的内容 它的经文了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全经的十三品 这十三品里面是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来看下面